什么 天祥少爷要结婚了 结婚 跟谁 跟一凤卢小姐了 哦 怪不得一凤卢小姐 对天祥少爷这么好呢 可不是呗 一个女人 怎么会平白无故的 对一个男人好呢 郑姐 那你对维宣书 照顾得这么周到 那你有什么企图呢 丑小鸭 你又贫嘴 我们现在说的是 天祥少爷的婚事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 干脆 我们来个双喜联盟好了 哎 高中 你可是个老实孩子 结婚才几年呢 你就跟丑小鸭学的 油腔滑调 这就叫夫唱夫随吗 是啊 一峰吴小姐 虽然不会做家务 就冲她 能跑到梅龙镇去订菜 花这么多心思 讨天祥少爷开心 哎呀 我看哪 将来啊 一定能成为一个好媳妇 说真的 这些年 幸亏有一份卢小姐在哦 没错 如果没有了她 我真不知道会怎么样 她对我实在太好了 我绝不会辜负她的 高中啊 这么多年 你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这样的话 小姐 你终于可以放心了 我们天祥少爷 有人照顾 我们任家 有了新的女主人 阿珍 阿珍呢 你应该高兴才对呀 现在咱们应该赶紧商量商量怎么办 婚事 对 我们一定要热闹大败一次 把所有的会计都扫出门去 是 杨哥 大过头 小哥 你快跟我来吧 他要死了 谁要死了 是萧美云 萧小姐 她不是死了吗 美云还没死 她真的还没死 谁呀 谁呀 是萧美云 花帝了 我哭了 没什么好哭 人活一世 草活一秋 谁难免都会死 不过我曾经爱过 那我就别不搜求了 我刚唱的那首歌好听吗 天晓也会唱的 谢谢 天晓可以再唱 我再唱一次给你听好吗 这样 是 你怎么不唱了 我想听你唱 夏夏姐 你去哪儿 梅云 你别走 梅云 我帮你帮我 帮你帮我 我要借你回家 我要借你回家 孙季 快去收拾房间 邱小雅 快去请大夫 小小姐 你为什么这么苦着自己 这些年 你一个人是这么苦的 大块头你也真实 为什么到这时候才告诉我们 不怪他呀 我们早就想告诉香哥 可是萧小姐死活不肯 刚出事的时候 他自杀过好几次 要不是发现得及时 早就 萧小姐说 他宁愿去死 也不想让香 看你他这个样子 让病人安静休息一会儿 大家先出去吧 大夫 大夫 他有救吗 阿陈 萧小姐是好人 好人是会常事 先回去吧 任先生 我有话跟您讲 任先生 病人的情况非常不好 他的肺结核已经三起了 他的身体非常的虚弱 再加上长期的营养不良 他的抵抗力已经低到了极点 一点点感冒发烧 都会引起生命的危险 还有没有希望 希望是有的 大量的服药 细心的调养 也许会有奇迹发生 那我可以做些什么 让他绝对地休息 刚才我给他做过注射 一会儿他会醒过来 不要让他的情绪有波动 记住 千万不要让他淋雨 否则什么药也不管用了 只要熬过这两天 我们的把握就会大一些 这次是 我们的把握就会有的 这次是 我们的把握就会有的 我们的把握就会有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